我现在手里拿着的就是工人们刚刚做好的鞋面 里面皮毛一体的羊毛设计可以更加的增强保暖性 同时呢 根部超级纤维材质能够更好的保护官宾们的足根部 那同时呢 这款鞋呢 是配备了两款鞋垫 一款呢 是羊毛材质 另一款呢 是防滑材质 别看它非常的轻薄 但是里面具有11层材料 不但能够增加保暖性 同时呢 官宾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更加的便于行动 在生产车间 记者看到新型防寒被装的设计 不仅注重防寒保暖效果 还突出了轻便舒适等特点 我们这款产品比以前所使用的产品 这个重量整体要轻30% 现在我们这个底所使用的这一种高弹EV啊 和这一种赖低温的这个橡胶啊 都是做到了在保证这个温度和炎降这个重量方面 都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篮影 这批物资还包括能够在海拔5000米以上 气温零下40度的高原高寒环境使用的新型单兵睡袋 羽绒坐训大衣 棉衣裤 多用途雪地伪装服等 在送往一线官兵手中前 每件防寒被装都要接受多道质解 这里呢 是羽绒坐训大衣的全检中心 衣服被送到这里之前呢 已经经过了车间和工厂的检验 现在呢 我身边的检验员正在摸容 来看看羽绒填充是否均匀 稍后呢 检验员也将对衣领 口袋等等20多处细节 进行全方位检验来保证衣品的质量